以前给大家介绍过中视频计划项目 也就是通过发布视频赚取平台的流量收益 今天的项目和中视频计划差不多 只不过是平台不一样 只要有播放就能赚钱 这个项目就是B站的创作者激励计划 B站的流量也比较大 用户也比较多 1000的播放量大概有3块钱左右的收益 收益和其他平台相比 单价也不算低 而且各项目可以长期稳定操作 门槛也不高 操作这个项目时具体该做哪个领域呢 领域的选择至关重要 关乎以后能否赚取更多的收益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领域 就是民间故事类搬砖 如图 这个人他就是操作的民间故事类的 他每天发布两条视频 稳定输出 刚发布的那几天 每一个作品的播放量也就6000左右 等过了一段时间 他的作品的播放量就会在1万到2万之间 而且比较稳定 轴尔也会有些爆款视频 播放量也是比较高的 只看播放量 大概一天的收益大概300左右 数据也是非常稳定的 有很多平台也是根据播放量计算收益的 大家都可以发这个作品赚取多个收益 比如西瓜 网易云 喜马拉雅等 下面介绍一下具体的操作流程 首先 素材的获取 故事会的内容可以在网上搜 有很多 找到满意的之后 尽量不要原文照搬 大家可以用AI改写一下 其次 就是配音 如果觉得自己声音好听 有磁性 可以自己配音 不想自己配音的 可以利用配音软件配音 效率更高 需要配音软件的文末免费获取 最后就是剪辑成片了 我一般用剪印 选择故事会的封面图 当作作品的图 导入音频 生成字幕就可以了 一个完美的作品就成功了 然后就是发布作品 以第一站为例 创作者中心有激励计划 参加的话需要1000粉丝 或者阅读量累计大于10万 虽然有一定的门槛 但是也不高 爆三个作品就差不多了 等一个平台做起来了 再去做其他平台 以此扩大收益 这个项目难度不大 但是前期有段时间播放量较低 很打击人 大部分人都倒在了第一步 想是问题 做是答案 加油 公众号 假装很努力 各类全文攻略展示 兄弟 2 2 3 3